男人把心底离不开你 都会有这四种行为 一 怎么闹脾气都可以 就是不能生气的时候说分手 都说一段认真的恋爱 或者是婚姻 都是以一辈子携手共度为前提的 而既然你的他足够的爱你 那么他绝不会允许你提分手 他希望的当然是将他能给的全部给你 而只需要你陪在他的身边 所以也希望你如果足够的爱他 也请别随意说分手这两个字 二 真的爱你面子都可以不要 谁人不要面子 不只是男人 就算是女生也有好面子的时候 如果你的他足够的爱你 那么为了你面子都可以不要 不要说推掉一些烦人的聚会 甚至当你跟他的朋友们当他面 吐槽他的缺点的时候 他也甘之如鱼 三 你是他手心里的宝贝 别人想都不要想欺负你 如果你的他足够爱你 当听到你被其他人欺负的时候 或者你受委屈的时候 那么情绪波动最大的人是你的他 在他这里把你当成最大的宝贝宠子 可是居然还有人不知死活的 让他的宝贝受委屈 无法想象你的他会用什么样的惊人举动来维护你 四 竭尽全力只想给你最好的 也许你的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平平淡淡的人 但是为了你 他会去加倍的努力 只希望能给你更好的生活 不管是工作中的努力冰博 还是生活中为你忙前忙后的身影 我想那都是爱的力量 如果你的他足够的爱你 那么以上四点 甚至更多的表现都不足为奇 也希望你好好珍惜 也好好爱护 如此爱你的他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